其实每个女人都很爱美 不管你今天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 或者你事业有成靠自己努力的 或者你老公疼爱你 给你买一个很漂亮的包包 女人都是很开心的 因为就是爱美 有没有过不良的时候就是爱漂亮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就是对爱漂亮的东西我们就是很开心 爱美是每个女人的权利 Joyce也不例外 当初因为Joyce的姐姐在德国读书时 Joyce远赴德国找姐姐 发现德国的爱手市场相当蓬勃 于是Joyce将对爱手精品的热爱及兴趣 为她打开创业之路 也与丈夫将多年继续投资进去 白手起家创造事业的高峰 那当然做到最后以后就变成不是玩票性的 它可能就要走向一个比较经营的角度 所以在经营上面来讲会比较不同一般的精品店 那我们都会比较主动 那在行销概念上面来讲会做得比较亲切一点 主动邀请客人一同分享包包的喜悦 是林先生的经营之道 而对于销售 Joyce更是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因为我先生的那个经营还有管理比较强 那我是比较行销方面 因为以前我是做业务起身的 那我很喜欢做服务业 因为我跟人接触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做二十年 这边客人全都是熟客 所以他们要什么买什么 我们都很开心 然后都像朋友一样 创业之路并非一路畅通 还是有停红灯的时候 无论是资金上的不足 还是遇到台北大烟水 使他们的商品与心血瞬间归零 但他们没有因此退缩 仍然随着流行趋势 不断地向前迈进 随着时间改变 商品经营的模式 跟销售模式都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竞争的同时 它的销涨也非常的快 因为它每三五年 或是八到十年 它都会有一个流行的销售趋势 你要跟着这个趋势走 也许三年后 你没有跟上下一个潮流 你可能也会在这个潮流当中 被淹没掉 也随着网机网路的发达 线上直播 为他们开启了另一扇窗 能更快地满足 荧幕另一端的女性 让每位女性不用出门 也能让自己 拥有独一无二的风采 每当客人将包包送进店里之后 林先生就会先对包包 进行专业鉴定 每个细节都不容错过 更能显得他对品质的执着 监听部分上面来讲说 它是一个很繁复的东西 在刚开始会的时候 觉得说这个东西 我可能三秒钟就可以知道 它是真假 但是当你越懂的时候 你会越去越谨慎 越去怕 可能一个包你就是要看 十五到二十分钟 说包包每一个包包都看得很仔细 那基本上其实我们连一个螺丝 都不能是假的 那我们老板都看得很仔细 服务客人也是 就是我们通常一个客人来 我们都是一起 老板娘老板跟小姐 一起去服务客人 其实我们都像家人一样 有些客人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员工跟你们讲话 都没大没小的 其实不会 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因为有一阵子我喉咙都 讲到长简都没办法讲话 下家休息一两年 都是他帮我撑这家店的 所以很感谢他们 无论是员工还是客人 夫妻两人都真心对待 掌握每一个人的喜好 在有限的范围内 满足他们的需求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 多的这个充足的资金 可以去到正贵买全新品 如果能够来二手店买到 稍微有使用一点状况 但是价格又很优惠 又符合他的经济条件 他也可以享受 都是好精品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 现在的他们知足常乐 将自己的兴趣 回馈在事业上 让二手名牌包 不再只是配角 而是在适时的场合中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其实我想该充 该拼的年代 已经都过了 我们现在该享有的东西 其实也没有缺什么 就是能够安稳生活 我身体健康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